森山大道,Moriyama Dai-do 1938年10月10日出生在日本大阪府,池田市 成长于日本战后从废墟中发展起来的年代 以强烈风格的黑白城市街头摄影而闻名 他在1958年曾经担任平面设计师 因受到美国摄影师William Klein作品《纽约》启发而投身摄影 森山大道的摄影风格非常独特 上场于以特别的角度 粗糙、模糊、高反差 以及粗颗粒的黑白照片 加上后期制作技巧表达出非常强烈的效果 他的作品主要以轻变相机里面的GR系列拍摄 曾经在他的自装作品《狗的记忆》中自称为流浪狗 自我形容为像一条狗 在路上像排泄似的在街头各处拍摄照片 在一次见面会上面 主持人问他什么是摄影 他说其实有时候不要想太多 他最想表达给读者的是 不管怎么样尽量拍得越多越好 你说要快快乐乐的拍照 这件事情是无法尽容人意的 与其去思考摄影到底是什么 到头来街头会教你一切 说到街头摄影 山山大道说过一句非常有意思的话 他说脱离了城市我就无法摄影 他很喜欢酒吧街的味道 繁华街道旁的小巷 他觉得那才是生活偷偷摸摸展现出活力的地方 还有就是他最喜欢两个地方 一个是他刚到了新的小镇 他会很新奇的观看这个小镇里面的情绪 彩车里面可能发生着的故事 另一个就是歌舞祭丁 位于日本东京新树的大型红灯区 一个雾域横流的地方 为什么要拍黑白呢 其实关于黑白 关于彩色的相片 他觉得基本上拍摄彩色照片的时候 他会尽量的拍得明亮有趣 以游玩的心情拍摄 因为他认为照片就是黑白照片 因为有这个前提在 所以他平时只拍黑白照片 虽然偶尔会拍彩色 但其实拍彩色照片的时候 就像刚刚说的 虽然以游玩的心情拍摄 他说我会拍深色场所的招牌或看板 爱情宾馆的霓虹灯或者用口 画着农妆的小姐和礼服 结果还是会被可疑 印象深刻的颜色所吸引 因为我很了解我自己 所以我知道我特别喜欢黄色系 粉红色系及紫色系 不管是拍立得还是玩具相机 如果可以的话 我希望用游玩的感觉 不负责任的拍摄 那我个人觉得更客观的原因就是 他一开始的那个时代 是使用黑白照片的 那彩色的胶卷比较少 或者比较贵 所以从他少年的时代 从他开始拍照的时代 他已经习惯了照片及黑白的了 有人问他街头摄影到底要拍什么 怎么样才能展现出自己的欲望呢 他说如果没有拍很多照片 就不会知道答案 拍很多反映了你的欲望 拍的越多代表你的欲望越来越强烈 有这么强烈的欲望以后 你就可以在其中发现自己 无论是什么样的人 他都会有天生的个性 以及自己的体质 作为一个街拍摄影师 拍的不够多的话 无法从中找到自己的个性 他在纪录片里面甚至说 我可能走完这一条街道 就拍了100张照片了 在看纪录片的时候 我发现圣诞大道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说法 他指着地上略微融化的雪下面 静静流淌着的小溪说道 当时我很小高度很低 更能够发现这些有意思的东西 我突然发现 其实他很喜欢拍的流浪狗 也是这个高度来着 虽然他拍过一张非常有名 非常有美感的 非常有深山大道典型的 即时性新闻照片 但他说 其实他对政治很淡 宁为太平权 不做乱世人 不知道这句话 跟他有多少的相似的地方 像他自己所说的一样 像野狗般游浪街头 他说 摄影是一种复制的艺术 虽然保持客观很重要 但也要不断地融入自己的想法跟记忆 有人觉得深山大道 自己也不知道要拍什么 他还有试过自问自答的回答过 拍摄一张照片的理由有很多种 我真的不想去寻找什么理由 我意识到一些 但其余的我就不能意识到 但总有一些东西 驱使我去拍照 他的照片有着高对比 不在乎画面上的细节 但在我看来 却是十分的在意情感上的细腻 他这种看似老派 但作风其实暗含今天信息大爆炸的潮流 对比明确 而画面感有着强烈的情感奔发 但是摄影家 深山大道自己的身影呢 我看到的是他逐渐 与他拍的三只亲生的流乱狗 融合在了一起